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佈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貪婪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3點43分 今天比較晚 因為 應該說 其實前幾次也是比較晚 不過應該今天原本可以提早 不過 差不多到中午的時候 就跑去睡覺 真的是 在收盤那段時間一點吧 一點多 然後一點 快到半了 所以睡到兩點 太累了 因為最近呢 開始在看這個期貨 重點是也沒看到很晚 那 昨天大致上12點多 快一點 還是12點半 要睡 大概12點半吧 就有下單 然後覺得 應該是穩了 因為昨天的這個 就是 每股三大指數都是往上走的 那剛好下一個還不錯的點 然後就往上走 然後才會睡覺 結果整個翻 就是睡不著 腦袋都是這個 在想股票 所以 睡不著 那 早上就有點精神不濟 那待會 如果我還記得的話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上我分享我下期貨的 個股就不講 待會有空的話 我們再來講 如果講到等等 還記得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先來進入一些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主要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 大盤 那 大盤 這個跑到下面去 把他移到下面來 大盤 其實就是像 昨天有講 就是說 其實在上禮拜五的 這一個 壓盤的感覺 然後就有 感受到呢 因為主力感覺上 他這個突破呢 好像只是想要 做成一個區間盤 這是大盤的區間盤 所以說 在禮拜五晚上 明明那只是 上高 卻沒有同步 就變成說 台股本來 可能原來啦 其實原來台股本來就是 會走自己的路 這很正常 那 就是有看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不用太積極 追這個 所謂的突破 對那 今天晚上剛好又有一個 非農數據要公佈 所以說 主力也不太會 積極往上走 再來就是 我們之前有分享說 這個 下禮拜 國安基金會開會說 到底要不要繼續 互盤這件事情 那原來是忘記的 不過 剛剛中文的時候 有那個 我們會有沒有丟 丟上來講 那因為其實還沒有到 沒有確定 但可能有機會 那所以說 會不會 宣佈退場 那 會發生 盤面的一些變化 也說不定 不曉得 對那就是有些這樣的事件 那 對那 一有發現說 今天期貨其實沒有什麼量 主要的這個量呢 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追蹤我IG的話 可以看到那張圖 早上的時候我丟在 我們群組 早上8點45分開盤的時候 就有丟 然後剛剛在下午大概2點多 就是在剛剛3點2點多的時候又丟 就是說 整個那個形狀呢 就還在 默默的這樣子在走 就是說 不給 撞出去 不給突破 那也不給跌下去 反正是有一個護盤的這樣的量而已 上面可能就是他的空點 下面就是他坐坐的點 然後基本上是這樣子 然後再選擇一個 還不錯的位置 然後就往下去砸 對今天大盤感受上是這樣子 就是 一個 像昨天講的 就是一個 一個橫盤的感覺 那有橫盤往上 或橫盤往下 那目前看起來是橫盤往上 但是有機會往下 對有可能 這個往下呢 如果說不是發生在今天晚上夜盤的話 或許 Maybe 發生在下禮拜一 這是有可能 待會再 跟大家來一起看一下這個圖 對因為 不是往上撞破啦 就是往下跌嘛 那目前這個形態 其實是一個看跌的形態 好那再來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快樂投資 那聽起來四個字 聽起來很蠢 這個如果說放在那個 網路上面 還是放在那個 書局 應該不會有人拿起來翻 快樂投資 聽起來就蠢蠢的 但是其實 如果說我們做投資股票 可以做的簡單一點 誰不想做的簡單一點 對不對 如果說 就是說 之前不是有一個寫書的 那個 Peter Su 如果可以簡單 誰想要複雜 沒錯吧 這是如果可以簡單 誰想要複雜 那 我自己比較崇尚 如果說我們 將來到 投資到一定的一個 雖然說現在我也覺得說 沒有到非常困難 因為主要現在的 行情 也是不斷不斷的往上走 所以隨便一個支撐一話 有價格回落下來 你去勇敢去做多 機率上 七八成都是 剩 都是往上走的 而且 走的可能或許都還算是 不錯 對 以機率上來說 是這樣子 對 不會也沒有個股可以調 所以 我自己 在之前 那個IG上面有跟大家分享 好像是 貼文的 一個方式 我今天 其實每天就是在 講一些心態 就是在 像股票媽媽一樣 撈刀 其實 就好像 大家的媽媽 撈刀大家說 這個 什麼 衣服不要亂丟 啊 晚餐記得 吃啊 晚上早點睡 類似這樣 雖然說大家 聽一聽 有些人聽得進去 有些人聽不進去 那 這裡 就是促成了 你能不能夠 改變人生 那當然 這個有沒有好好吃飯 有沒有那個 那不關我們事啊 主要是你有沒有好好的 培養一個 股票嘛 股票有正確的心態 那算是有點 延伸 也不算延伸 那 就是圍繞在這個區塊 那我昨天講了 我自己後來 講完之後 發現其實我講的沒有到很好 因為沒有打稿的話 有時候講一講 我就會出神 講去別的地方 不過大致上大家懂就好 那今天稍微再來講一下 這個東西 那 快樂投資這四個字 是我自己發明的 只是自己在那邊亂講 其實就是說啦 你做這件事情 就是投資這件事情是 沒什麼壓力 然後能夠保持好的心情 對那這個其實就要區分開來 像我們昨天分享的是 當沖 定投跟 波段嘛 對那就是我們的一個模式嘛 操作模式 操作模式 再來就是你投入的資金 假設你的資產 總資產喔 不包括什麼房地產什麼 就是你 現在呢 銀行裡面有 假設100萬 那100萬你要拿出多少 去投資 那當然啦 如果說你是股市小白 當然就是建議就是 少少慢慢的去試嘛 買個一兩張試試看 買個十幾二十塊了 浮動不會到太大 或是去買個這個金融股 操作一下 然後 浮動不會到太大 然後覺得說 感覺上我也可以 那就是你投入的這個資金呢 這個比例上 是你能夠接受 而不是說 比如說我打期貨 打期貨好了 我今天輸了10萬 那我明天再壓 或是說 10萬塊的保證金 可以下個兩口 小胎 那之後呢 以後打電話來說 補保證金 再補 然後再補 隔一天又再補 如果說 你是做空的話 那這一波可能是這樣子 那如果之後是下跌的話 你可能是做多 不要說 發生這種事情 你就是 要學習一個 好的形態 那這個之前 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你有1000萬進來股市 跟你有100萬進來股市 你可能啦 可能大家賠的比例都是賠 一半好了 那100萬的賠掉50萬 1000萬賠掉500萬 500萬好賺嘛 非常難賺 你要怎麼賺到500萬 很困難 那50萬搞不好你去打工 存個幾年 搞不好就存得到 有些薪水高一點 搞不好存個 兩年 或是一年 搞不好就存到了 很省吃減用 然後也沒什麼負擔的話 對不對 所以說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有好有壞 不用去羨慕別人的資金 到底有多寡 你朋友比你有錢 誰比你有錢 幹你屁事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那也建議啦 一開始 心態還沒穩之前不要去 借錢投資 那就算心態穩了 那你借了這一筆錢呢 你也要有這個信心是能夠 還出來 那當然啦 這個 會去借錢 你就不一定有一個很完善的機會 當然是希望有 所以說 這個快樂投資這四個字啦 其實就是 我覺得就很反映 你能不能 我覺得可以反映你能不能夠在 股市裡面 賺到錢 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 沒有什麼壓力呢 是比較能夠把錢 留住來 你的腦袋也是比較清楚的 那我昨天有講 如果說你真的 硬要做什麼 硬要做當充的話 其實你可以配置上是 這邊配多一點 或是這邊配多一點 我個人覺得以新手來說 一定是這邊配多一點 你定投的比例是多的 比如說你一個月薪水有五萬塊好了 如果定投就丟兩萬 那我 這一個月 我就打非常小 我可以去 做當充的錢 我可能就 假設五千 製一萬 搞不好一下就賠掉了 然後會說 真的有機會 讓你慢慢 每個月每個月慢慢打 然後你就成功了 因為 其實講真的 大家都想要帥氣的 今天缺錢 滑一滑 賺錢 大家都想要這樣子啦 但是 實際上能夠做到這樣子的人 是非常少 我們來看一篇報導 我們來看一篇報導 這個是 昨天的新聞 2023年 第一季當充客 產賠 52.03億元 對 那觀看這個標題就知道了 大致上 你是能夠賺到錢 但一定是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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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的 非常非常 少數的 然後這個新聞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看一下 反正就是說 有在做當充交易 他把它算進去 反正就是扣除一些 證交稅 幅度 收益 債股成交量 當充占比 買進 賣出 這個我其實看不太懂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52億這樣子啦 所以說 你能夠做當充沒問題 大家都想要帥氣的從股市那邊撈錢 但是 你還沒有 成功之前的建議這樣子啦 或者是說啦 你原本目的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心態不夠穩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我的方法 你有一些 保底的資金 那你操作上其實會比較 輕鬆一點 我真的是比較輕鬆一點 不要說我今天賠錢 那我就對 我的家人啊 我對我的 女朋友男朋友都匹配給我之類的 或是說 這些不好的情緒去影響到 其他人 這個我之前也發生過啦 所以我非常有感覺 非常有感覺 對這心情不好啦 這個另一半就說 你今天賠錢吧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 沒錯 一眼就被看穿 對 好 所以說 我覺得啦 就算有點 撈叨大家啦 就是說 要保持一個 快樂的一個 心情 那 投入資金嘛 這是第一個 當然每個人投入資金能夠 承受的虧損是一定不一樣 這台操作模式就可以像我去 我講的 就像我現在我也在 練當充 但是 我有一些保底 我有一些波段嘛 那我這波段呢 可以去cover 我當充輸了就輸了嘛 原來呢 操作 當充真的是第一 第一腳踏進去 然後就沒辦法沒了 基本上 都是 大賠 小賺 大賠小賺 然後 一直延續一直延續 那最後就真的不想要去做了 賠到覺得 我覺得還是換一個模式這樣子 對這算是一個過來人的一個經驗 跟大家做分享 當然 如果說你是 當充高手的話 麻煩這個右上角 這個叉叉 直接按叉 因為你比大家都還厲害 比我還厲害 那你沒有必要 看我的影片 OK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今天來看一下其他新聞吧 那我們就快速的分享一下 這個就是 剛剛看到的新聞 其實在之前就有跟大家做分享 這是在下禮拜 13號 開會呢 就是 決定說到底要不要 國安基金到底要不要退場 這樣子 那今天晚上有這個 費用數據啦 我最近給大家看過 今天就不接 我們這邊 再來看一下其他新聞 就是這個東西是這個 美國中小企業以 創 紀錄的速度申請破產 更勝疫情初期 那基本上 這個就是生息 生的 太多了 那基本上 中小企業就是需要 錢嘛 需要 跟銀行借錢 然後去 創業嘛 因為大部分 都說是中小企業 大部分肯定就是需要一些 資金的幫助 不是說後台印那一種 所以說 就是 不斷不斷的生息呢 所以會導致這樣子 那 這個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看起來好像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 因為搞不好 因為這樣的事情 所以會 降息 不過其實 好像整個計劃沒有一個 太過於 亮眼的點 就好像 我們上一次 三月的時候 那時候銀行到嘛 然後呢 最終最終呢 還是決定要升 一馬 就是還是決定升一馬 也沒有說 不升 或是說沒有決定說 這個 要往下去降 現在沒有一個特別的那種感覺 所以 大家都看看這個新聞吧 反正呢 就是 我們投資的人 看這些失業 可能覺得說 可能有機會開始 降了 但 他們這些真的是蠻可憐的啦 真的蠻可憐的啦 好再來看一下這個新聞喔 這新聞好像是現在大家蠻關注的 這是三星呢 估 他的上季這個 營業利益呢 驟減 96% 宣佈將減廠記憶體 96% 所以說他宣佈減廠記憶體 對那所以說 我們這邊 看下來呢 看一下這個東西喔 宣佈減廠消息後 三星呢 股價在韓國早盤交易 揚升3.5% 競爭對手 海力士 也是做記憶體 000660 也漲約5%喔 好看起來就是 投資人熱鍵減廠計劃 幫助兩家公司 掌握定價權 反正呢 好像是一件 好事情啦 那我們這邊就來看一下 這些好事情 他的這個 股價到底是 如何吧 這我之前有畫 畫得有點複雜 我們這邊重畫 從每次畫都會發現 發現新的東西 好 大致上應該是這裡的 那這是今天的 漲了6.32% OK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是不是 早就已經有打底 是有點難看出來 基本上 這一根的底部 我個人覺得不能算 因為開盤架然後再往上拉 然後 還有這一根 我也覺得 不太能夠把它納入 這個 支撐的一個裡面 所以他其實蠻複雜的 我現在看來覺得他蠻複雜的 然後 個人會比較挑選在 這一個W的 這個位置 那把這個位置當作是一個 破底翻 破底翻 然後呢 這個4月6號 我是不知道 因為他這個消息是在 周五公佈 不過看起來怎麼好像有人早知道 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呢 他的支撐就是在這條線上 然後呢 今天公佈才往上走 但是昨天這一根 這一根 這一個 K棒看起來好像是 下影線部分 有人在做防守嘛 對所以 好像 可能有人早知道啦 這個 有看過財閥家的小二子應該都知道 這個財閥家呢 肯定 有人早知道 不管是哪裡啦 一定會有人比你早知道啦 那大致上的話 結構上是這樣子啦 這也是小壓力 喔 這也是大壓力 對那目前這地方是大支撐 或是這樣子 就是說底嘛 頂 底跟頂 那中間這隻小的 所以 下禮拜搞不好直接順勢突破到這裡 也說不定 但這裡到這裡我也沒有很建議去做 我覺得比較困難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喔 講錯了講錯了 這個是海力士啦 難怪我剛剛有 之前就有畫 我之前就有畫 OK那我們來畫這個 這個三星 那這裡很明顯 這裡超級明顯的是在做什麼 因為他左肩跟右肩一模一樣 所以這是非常明顯 他是在做這個 頭肩底啦 非常明顯 這樣子 就是 那不管他是不是啦 因為他的這個結構看起來 不是那麼好畫 喔反正我們只要知道的是 這個點呢 是一個大 大壓力 喔大支撐 大支撐 那我們看一下大壓力應該落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迅速畫一下 因為應該也沒有人在操作這個 所以我們就大張看一下 哎唷 他這一個點 我覺得他的壓力應該是在這裡啦 反覆一根嘛 兩根三根 四五 然後 六三六嘛 六三六這個位置 我覺得他是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 大 大支撐 大壓力 那反正就是 他在今天順勢突破 所以他 應該 應該理論上是開始轉一個多頭了 搞不好有望把這一個 整個帶上去 把誰帶上去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東西 KOSPI 這裡找不到 其實在前幾天其實就有一點突破了 SKOS 這個是韓國股市 那韓國股市目前我所關注的是白色線 白色線一旦突破的話 韓國股市才算是正式的往上走 這樣子 所以 有在關注的話可以看一下 不過應該是沒有什麼在投資韓國股市 頂多有一些 我也不知道台灣有沒有什麼EDF 因為我自己也沒什麼在做觀察 好那看一下這一個是誰 這個是煤光 那基本上這也沒什麼特別的改變 我現在點進來看 比較有改變是確實這個地方又往下去定一根 然後又往上走 所以這裡有一點點那種 如果說有在回測 這邊 又有一種可以在往上走一段的一個 力道了 有一個這樣一個力道存在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個 目前納指的情況 納指的情況切一個小時給大家看 那一個小時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曾經的這個頭部 在 這個上禮 不是 上禮拜三月三十一 三十一號呢 突破上去嘛 然後禮拜 禮拜一回測 然後再往上 再往下 那基本上呢 他又再次回歸到這條線上 回歸到這條線上 所以 理論上他是 比較能夠去往上走 我個人認為啦 我個人認為 這一個 是一個大 大壓或大撐 反正越過去大壓越過去就變大撐 那目前的結構是 這樣子 所以 個人覺得 只要今天這個地方 低點不跌破 或是要跌破又站回來的話 如果說有跌破再站回來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 下海騎 下單的一個 騎破的一個 很好很好的點 那 往上突破那就往上突破 因為我們沒辦法得知 他到底會往上走 不過我個人目前看起來他應該 這邊的位置我把認定為是一個 比較大級別的大撐或大壓 那 當然切成 切成這麼大啊 你可以看到說 大致上還是落在 12830左右 那在 其實昨天有下來做一個測試 不過沒有跌到 跌到12845 我就直接往上噴 所以說以日線結構來說這邊是更大的 這邊是日大 那以現在的結構 一個小時來看他是 一個小時的一個大支撐或大壓力 這樣子 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肺斑稍微 比較 慘一點 那其他道琼跟 標普我們就略過吧 因為肺斑 肺斑的部分是 昨天稍微小漲 那整段的趨勢來說 目前我會先看到這個 第二條外圍貼出來的 上升趨勢線這個位置 如果說這個位置呢 再一次跌破的話 那就一樣 這應該是又一樣 白色線這個地方建 那 其實他跟台股的靈動好像 看起來沒有那麼大 也沒有那麼大 對所以就稍微看看就好 稍微看看就好 OK那我們就來 看一下這個 期貨的部分吧 講了一點久 OK我們來看期貨的部分 早上的時候其實就是貼了這張圖 那時候呢 開盤在這一根啦 所以說現在目前呢 他就是 一直在做一個最後的一個亮縮的感覺 做一個三角收斂的感覺 如果說 剛剛納子那邊往下跌破 他應該也是有機會往下跌破 但聯動不可能 百分之百同步 所以說目前看到這邊 有點偏雄奇的感覺 雄奇 就是說雄奇是看點 所以 個人會覺得說要嘛這個地方 要嘛這個地方 我個人覺得說這個地方是 一定會考慮的 因為 他在 昨天呢碰到一次爆大量之後呢 並沒有再回來測試過 基本上回來測試過一次 那一次基本上都有 機會做反彈 那反彈多高那個就不一定 有一個人就反彈個 30點50點 但是就往下 繼續往下跌 這有機會 所以說目前這個位置就是糾結在 這個地方到底要不要做多 還是說等待他跌破再去做多 目前看起來 也如果說對應這個 我們的納指的話 納指是開始 稍微又要稍微反彈 那可能 能做的單啦 就是 去下 下在這個附近 然後呢停損抓很窄 就是用個 可能大概10點去堵 堵他會上去 不會用太多的這個點數去堵 對 那就講我剛剛有在這個地方 下 但是現在這個 15809 那我個人是放在這個底部 如果說他 他大一會往下跌的話就把我撤出去 撤出去我就會等在這個位置 對我應該就會等在這個位置 然後再去低階這樣子 因為 搞不清楚整個 他到底要怎麼走 那你看他壓盤壓得很明顯 那可能這個最終這個下陣趨勢線 壓要不能再壓 那他就會處方一下 那到底會上要下 很難知道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的操作 我剛前面有講 今天早上操作超爛的 這整個 我不知道到底自己在幹嘛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 如果切成這樣子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是 這個 呃多少 就是 他其實他的壓力啦 這裡其實他也有 有一個支撐他的壓力 這個位置 對所以 我早上的時候 我這個位置 有一個支撐壓力嘛 那我早上的時候是在 這個地方 插下來到下面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大概是下單在 1583多 然後下去之後 我想說 沒關係反正我就把 我的停損價格 放在這個缺口 缺口被打掉 我就走 對但是又覺得說 下來就是支撐 好像不太妙 下了之後 好像漲沒幾點 我就把他賣掉吧 然後漲沒幾點賣掉之後就算了 那之後 這一根吧 我空在這個 15858 對空在15858 然後後面他 疊下來 這邊有稍微疊下來 然後又抽回去的時候 抽回去的當下覺得 好像有點 不知道要把這個停損放在哪邊 因為我比較會操作 平停線的一個支撐壓力 然後又把它給補回 所以說 兩單都這樣補回 不過這一單比較好一點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個人不知道 下多少 所以我就把這個 停損價格放在15870 對我放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沒有被打掉 如果說被打掉是 虧 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十幾點 所以其實 這兩筆操作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的是 那一個 空單的部分 因為原本就看空 所以我理論上應該是 去做空 然後大膽一點 讓他掉下來 這樣子 那多單那一單 可能就是真的是卡在這個 某個支撐 然後稍微做反彈 只能做一個很短的 所以那後來呢 還沒講完啦 我今天下了三個地方 後來在這地方做多 沒有做到很好啦 因為那時候 一邊看牌一邊渡顧喔 那時候再下來大概15814吧 那很有趣的點是 這個地方我在吃飯吧 這個地方在吃飯 那我心中想說 反正我心中想說他會下跌對不對 所以 我想說 那 但是喔不是 我心中想說他會下跌 但我並沒有在這個地方去 賣出 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那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把他賣掉 對 很有趣吧 所以今天 三筆單 都是賺錢 但就是賺那個 零頭 可能只能買便當吧 可能算是一個 雞排便當 幾個雞排便當這樣子而已吧 就蠻無趣的啦 應該不是蠻無趣的 就不知道自己腦袋倒來想什麼 對那我就是 下了三口 摩擦成本 其實我就是一口 放著 這邊 Lounge 賣掉 掉下來這邊 然後再什麼什麼操作 所以我剛才重新又把多單又下回來 那就是 這邊是 大致上就有一個機率性啦 就可上可下的機率性 但是就是看到 然後那時候看到的點是因為在於說三點嘛 三點那時候不是在這裡嗎 在這裡 三點在這裡 然後看到我們納指三點在這裡開盤 然後 這樣掉下來 好像掉下來 但是 台股圈沒有動 我覺得說 不對喔 怪怪喔 不然就試試看嘛 反正就是 沒有拉很大的停順 就拉一點點 大概10點吧 10點左右啦 OK 那我就回來講這個吧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的一個操作 爛操作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滑訊 喔對 基本上我們只要看到貴買跟加犬就是上漲的話 那 可以預見 腦袋知道說 他是沿著十字均線 就沒有特別在跟大家做分享 因為 每天講這個十字均線撐著 我覺得沒什麼 沒什麼軟用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滑訊吧 那滑訊 他這個 圖我把它重劃好 不知道為什麼我之前都是用這個 然後後來我都是用這個 奇怪 我後來比較喜歡因為 圖看起來不會那麼雜亂 後來看一下吧 基本上這個突出來的點應該是從前面下來的一個 就是 壓力啦 你看這樣子 所以 有時候看圖啦 就是要看多一點 你就大致上知道怎麼花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為了滿足啦 滿足這個趨勢線不然就是說 原本要突破啦 但被打掉 所以說趨勢線的東西我還是會看 我還是會看 但是 不會是我 下單的一個 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 這跟突破 我覺得 大家說 這個地方突破回撤有機會嘛 但是我就提醒說 這個地方突破之後 馬上就來到 上趨勢線的一個 壓力位 確實 如果說多一點提醒 就 有機會 對不對 有機會躲過啦 不是有機會做空啦 有機會躲過 那目前看起來的一個區間其實就是 大嘛 然後大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看這個 小閘 每天看他 小疊 你會覺得說 這個是疊很多是長很多 其實沒有 他就是一個在一個很無聊很無聊的一個區間裡面做一個 盤整 那看起來 我這樣畫 看起來一個 這個圖看起來有點像是 三角收斂的一個突破啦 蠻相似的 這一根比較難確認 還是其實在這裡 好 那 第一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三角收斂的突破 因為 相向趨勢線沒辦法很精準去畫 如果說 這條線 是在這一個點 在這根線 這根線拉過來這裡的話 那 我可能就會這樣貼 但又不是 所以說他整個 到底是不是三角收斂 他到底有沒有突破 這個就是在 呃 畫線的人裡面呢 為人詬病的點 趨勢線這個東西 是為人詬病的點 所以 基本上我還是會把這個平行線的東西呢 把它給放上去 然後再來看看他的量價結構 大家看他量最多最多爆在去年12月1號 大概這個高點嘛 所以是大概是 52塊左右 再來呢 第二個量是2月2號 他最高點是 53.5 對那 他在 之後的價格 就是碰到51 51.5 51.5 那 51 基本上碰到這個range 然後就被打下來 所以 可以肉眼 是可以觀察到 大致上 我們就抓 可能51到52 這邊就是會是一個 壓力 因為主要爆量也是爆在這裡嘛 所以說 散戶套牢的量 套在這個地方的量很多 所以 他也沒有給我們一個驚喜 就是到這邊 然後就被 欸 抽一根上影線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又去追高的人的話 大機率 禮拜一可能開低 大機率 當然有可能 直接突破 但這個 很難講 所以目前規劃起來大致上是這樣子 是 開始呢 像驚喜線突破的開始盤整 那也算是可能算是低機期啦 不過 有時候低機期你去想嘛 那他為什麼不拉 可能就是本來就沒什麼話題 主力一個人拉不動 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 也不一定會有什麼所謂的落後補長這種東西 這個大家要 要清楚的是這件事情 看到結構真正出來 你再跟我說落後補長 對啊 OK那看一下這個 金居的部分 那金居的部分目前 其實就是 沒有任何的改變 就還是在 看起來啦 我不能說他到底有沒有突破相當局限 彰化感覺上突破了 那彰化看起來是沒有突破 那我個人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有沒有突破 反正呢 只要能夠守住這邊的低點 我個人覺得 藍色線這邊都還是一個支撐 所以就是 目前來看是這樣子 那 對應該就沒什麼特別改變 沒辦法知道說他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因為我也不是主力啦 我也不是主力 可能需要等待一些 好的話題 需要等待 有個 有個好新聞 或者說等待有個 族群性 等待有個 大盤突破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主力的思維在想什麼 反正呢 他就撐在那邊 那 有考慮的人 當然就是 在那邊守住 守住那裡 就是一個機會 OK 我們來看這個復滑 那復滑的部分的話 之前是說 這個爆大量位置 可能還沒有辦法去 越過去 那 那時候講的時候是在3月31 就是在這個 我們假日的時候啦 我們假日 就是我們的會員股 那 後來 就是在昨天突破了 然後 今天回撤 就很漂亮 而且今天回撤呢 還有一個 很漂亮的一個 算是 假 假跌破 破底翻 謝謝大家 因為我這兩天剛好在做觀察 因為 其實從日線結構來看的話 大致上就是在這個28.4 就是他頂部這裡 頂部最高價格是28.4啊 28.4 然後最高是28.3 所以大致上可能就是 落在這個Range裡面 所以說 如果說我們切成一個比較細小的 一個分K來看的話 他持守住的價格 一直在這個28.3 跌破呢 跌破 後面拉上來 後面要拉上來 拉上來 像他尾盤是要拉上來 所以 基本上這裡有形成一個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破底翻 所以就回去了 那當然這是看一個 類當充的一個看法 如果說我們看 波段嘛 然後我們就做波段 那 就是價格到了 我們就去 考慮做進場 所以沒有好壞 那 個人又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 快樂投資 你要做當充 是你的事 你要做波段 也是你的事 反正你做什麼 你比較快樂 你不會去影響到其他人 不會 這個 要去借貸 壓房子 像之前我看了很多人分享說 蠻多都 在這個虛擬貨幣呢 很盛行 那時候很 很火熱的時候 大家跑去借信貸 真的就是 年紀可能就 2030出頭 然後就是可能就直接 我看20幾啦 然後可能就是直接借個100 100萬信貸 然後去丟 加密貨幣 要去借錢做這件事情 所以 快樂投資嘛 那我們這邊就拉一下 大致上就是 一樣嘛 假設我就抓這根低點 所以說我必須要 承受5% 但是未來呢 因為他左下右上了 所以說 我們給他的空間 或許就很大 搞不好就有機會上去 很遠很遠的點 當然也有可能跌下來 所以這個也 說不定 但是 至少是 創高的股票 所以你給他多一點 是OK 那如果說你是做當充的人 你是怎麼做 而做當充的人 就是 簡單來說 只是死守 這個28塊啦 28塊有爆炸量 那 他量大概346 不到非常大 當然就是有人把他量給 有人把他接走嘛 有人把他接走 所以說 將來你是這個地方去做嘛 那跌破這裡就出了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沒有好壞啦 你能夠看盤 那當然就 加入這個 學習 應該說學習 這個類當充的技巧 類似像當充的 也不是類似的 是當充的技巧 那不然就是做波段就好 就是穩穩的做波段 那打掉就打掉 但是 就是 沒有好壞 沒有好壞 OK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滑星 OK 那滑星在 禮拜 上禮拜五 往下疊 然後禮拜一又回來了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 如果說你像喔 看這筆 看這筆單 這筆單就是怎樣 寫給大家看 這筆單如果說你是做 像是 當充的人 也不是說當充啦 就是說你是做破底翻的人 你是做 破底翻的人 那 你是不是就逃過了 就逃過一節嘛 你這個地方疊破你就不會想要做 出場 但是像我們做波段的話 你看到跌到這個低點 如果隨便拉的啦 那 那時候拉過這裡 低點是48 然後昨天低點是47.8 你看喔 這一根 是不是阻力就有點刻意把 這邊大量的這個點 把這個大量 想要把這個大量的低點全部打掉 打掉之後再往上 這個是破底翻的一個 原則 就是說阻力就知道那邊有一個 很大的一個 可以吃貨的點 我就是知道說 因為阻力怕的是 如果說掉下來嘛 可能就沒有辦法再 沒有足夠的 應該說 好假設 我用500張砸下來 但底下卻掛了1000張 讓我馬上去 那 我不是賺翻了 大家懂的意思嗎 就是我可以用 500張的 100元的價格 打下來 打到90 然後90有1000張的這一個 有1000張的這一個 扣打 讓我去把它買上來 那我幹嘛不要用500張 把它打下來 然後用1000張 再把它買上來 那我的成本就更低嘛 所以 才會說啦 基本上大家都會這樣射 這邊低點是48 那我就會往下去射 然後往下去射呢 我建議用0.5 0.5的方式去做 譬如48 拿著往下抓是抓在 可能47.5 或是說47.45 47.4 這樣子 也不要0.5 是0.5再多個一兩檔 那當然這個沒有一定 他要洗盤 他要把你打出去 還是有機會 所以今天這個 華星就是在這地方做了一個 破底翻 而且很明顯的是 這個量呢 裡面包含了非常多 這個怨氣 就是看支撐的人 可能都會被這根 低一點全部打掉 然後今天又 回來了 但是回的 沒有說可圈可點 因為基本上 真正說要回來 應該是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 去抓在這裡啦 對 那當然我個人對於 日線結構的寬容之心 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他翻回來 就可以考慮了啦 翻回來 我覺得就可以考慮了 因為他不像5分K嘛 5分K就很 很快啊 5分K這根回來 你敢接嗎 你接不可以接你怕怕的 那上去再下來 去接感覺上 是有經過一個 反正一個 衝出去的力道 再回撤的感覺 那日線結構 我個人目前觀察到現在就是 應該理論上是算破敵方成功啦 那以我們波段來說 也不用管他是不是破敵方 因為我們的停損 停損點沒有到嘛 對不對 大致上這樣 然後我們看一下技嘉 OK那技嘉其實在很久很久之前呢 有說 這個是我們會員個股啊 那 目前的一個情況 其實在後來好像有再說一次 看一下喔 3月27 3月22 3月27 在 這裡 27在這裡 然後3月22在這裡 那基本上 3月22應該我會講的話應該是 我不確定是不是壓力在這裡 那3月27 他這個位置其實有點模擬兩可啦 現在後續 應該說現在後續看起來 確實是 他曾經的壓力應該 真的是左邊的三角收斂 那 這邊有一些 亮上來之後 有一點下影線 所以 你要把它 擴到這裡 我都覺得是OK 就是說這一層支撐是在這個區塊啦 這個支撐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當時候如果你有去 勇敢一點 當初勇敢一點 那你可能就有機會 就是 昨天或今天有機會是拿個 8% 6% 那如果說現在 再回撤或許也是一個機會 那我不曉得 他的行情會怎麼走 會撤到 上升趨勢線嗎 還是哪邊 因為這上升趨勢線我自己是隨便畫的喔 就是畫一個 大概一個角度 這樣子 面前的話 應該就這樣吧 我們看他中打 那中打也是 我覺得蠻難操作的 OK 那看一下吧 那中打後來看起來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啦 就是 這一塊這個地方是大 大壓力 大壓或大支撐啦 對 所以這一塊 經過他一些 K棒跑出來之後 確認 那這個是小的 目前的看法是 這樣 然後 這個 怎麼講喔 我個人覺得 他的 這個區塊應該是回個 上升趨勢線啦 看起來也蠻像在走 上升趨勢線馬上升手 這個位置 這樣吧 對所以 我比較傾向於呢 假設啦 我先給大家一個假設 是 我不傾向於說 這個位置馬上去做建設 我會比較 想要是等待有個破底翻 再一次砸盤 到這裡 這是一個點 再來呢 再往上去走 我個人會比較傾向於 這樣子 當然呢 這一段不是已經發生過了嗎 他已經往上了嗎 這邊形成一個破底翻 沒錯啦 是沒錯啦 但 因為今天的K棒真的太醜了 K棒醜之外還爆量 這個真的是 沒話講的一個 超醜K棒 就是 拉上去之後 就被人家出貨了 拉上去之後 被出貨掉下來 那當然我目前看不到 是誰在賣 當然也不重要 因為我看不懂這個 撐壓的 不是 我看不懂這個 醜碼 不是看不懂撐壓 看不懂撐壓的話 我就不會在這邊講話 那 那 當然是這樣的想法 那 如果有到 如果有成真 那就再來看看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PASS掉吧 因為我也不會認為說 哪一檔股票 就非買不可 沒有 沒有這種東西 不買也沒關係 看戲也好 那看一下這個 維生 忘記 之前是什麼時候講的 最近汽車股也是不錯 2月16號 超久之前 2月16號大致上 是在這裡 16號 那如果說當初 是有去拉一個這樣的空間的話 應該是不會被洗掉 應該是有機會被洗掉 因為你看喔 這一根 大家看一下這一根的 這個阻力呢 跟剛剛那個滑溪 一模模 一樣樣 怎麼說 2月3號爆大量的低點是152 然後呢 他這一根 2月20號 刻意到達了 151 有沒有很賤 就直接講 有沒有很賤 我覺得蠻賤的 真的蠻賤的 就是刻意把這大量 手大量低點的人 全部 全部洗掉 之後勒 往上拉 往上拉 所以基本上我們去射這個 停損喔 不要像那個傻傻的人 去這樣射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 等待他 到了 洗掉別人 你再做進場 但 是剛好我們這樣講 這個 這個幾檔裡面剛好遇到喔 不然 我覺得應該也蠻多 可能都不會到達 可能那邊撐一針就都往上走啦 所以那 我不知道2月22號是什麼 壞日子 拍禮記 然後有可能 就真的什麼壞日子 刻意用 壞消息 去把他給 整個壓盤壓下來 然後再往上走 所以真正的支撐我個人認為還是在這裡啦 當然他目前已經 飛天囉 飛天我個人覺得我現在已經 已經到達我看不懂 這已經只能看均線 所以這邊就 不講了 這邊只有講這邊喔 飛天的就算了 OK那我們講這個 長聖 也是一檔挺複雜的 我們把他重劃好了 他高點沒量 低點這邊爆很大的量 那我們就針對於他的這些量 來劃線好了 我們先把 整個大區間給抓出來 這樣吧 就是整個大區間 落在162到280 那 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中間的一些結構 然後 也要花點時間看 figure OK 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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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OK 這邊也有支撐,右邊也有支撐回側 這邊也有支撐回側,所以名副起始的 就是一個WD 最底部的WD,那這邊就是一個大支撐 結構的一個大支撐 OK,那再來看一下 這裡 應該是這樣子 那這裡呢 有 一二三,好,三次碰頂 然後 曾經的突破呢 疊下來,形成一個M頭 這邊就是一個假突破 所以,接下來呢 你能夠去考慮的,這一波這樣走得很順 這基本上應該沿著五日均線啦 所以說,你就觀察五日均線 然後觀察到五日均線疊破的那一刻之前 就看他有沒有機會再回到這裡來 回到這個支撐去做收盤應該也是有機會 當然啦,會不會像左側一樣 假突破,掉下來,有機會 有機會,當然就是 就看自己要不要嘛,因為這裡到這裡呢 的幅度就是 直接抓 23% 然後可能虧損,看自己怎麼抓吧 因為目前來看起來 就沒辦法去抓啦 除非說像 剛剛我們講的華星跟那個維生 都有一根大突破 那一根K棒整個拉出去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知道 所以目前整體的架構是這樣 就是 區間 那 W底的形態守得很漂亮 那再砸下來 我可能還在觀察一下 所以 我個人呢,這個地方不會去做考慮 不會做考慮,我反而考慮是這裡 如果說我要做一個區間的話 當然他之前飛上去過一次 這邊要再疊下來可能還需要 搞不好經過一兩個月 直接再疊下來 這是一個點 再來就是這個點 這樣子 那一樣 你做突破了,你就要有這個想法 就是他會有機會這樣子 這樣子 假突破啦 假突破 那當行程假突破就直接砍掉了 就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是 紀律紀律這樣子 OK 那希望整張圖大家看得懂 那我自己是看得還蠻懂的 因為大致上應該 我講的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雖然說沒有帶百分之百信心 不過 以看過這麼多圖來說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OK那我們今天第一部影片到這裡了 待會應該會錄第二部 或者是說 就不錄了 因為我在想要不要去買晚餐 我還沒想到晚餐要吃什麼 對 那可能不錄 那也可能錄 那就看晚上會不會丟出來吧 OK 那先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